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跪在地上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视频中 丁慧还说道 爷爷 清醒 最终老人恢复一事 并被送往医院 没有赶上回家火车的丁慧同学 挽掘了家属筹线 这是学医的应该做的 按时日上午 一封从沈阳姐陆局锦州南站发出的表扬信 送到了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党委办公室 这时学校领导和老师才知道 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丁慧 19日下午在锦州南站救人了 救人大学生丁慧 我是学医的 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已 于是去年大学生亡的每年 委員会上学来的每年第 2 引读 你现在在留意 您好看产生丁慧 2 点准备 1 003 的その手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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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